在上星期有消息稱有250個澳洲政府機構大樓 發現安裝了1,000部大陸製造監控設備 澳洲聯邦政府參議員柏特森表示 擔心這些設備會否將收集到的數據 而交給中共情報部門 澳洲財政部官員昨天證實 由中國海康威視和大華公司製造的安全監控設備 已安裝在88名聯邦議員的辦公室內 另有65名聯邦議員在辦公室安裝了有關公司的閉路電視系統 據《每日電訊報》報導 這位財政部官員在去年7月之下受影響的聯邦議員 提醒他們升級保安系統 但就沒有透露這些聯邦議員 是否知道辦公室內安裝了大陸製造的監控設備 而到目前為止已經有20個相關閉路電視系統被拆除 另外澳洲政府計劃在4月之前更換所有設備 參議員柏特森表示 海康威視和大華都直接參與中共令人震驚的侵犯人權 以及對維吾爾少數民族的大規模監控中 根據中共的《2017年國家情報法》 有關當局可以強迫任何組織或公民 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的工作 海康威視是全球最大的閉路電視攝錄機供應相之一 部分股權歸中共所有